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 又回到風雲局 今晚的聲音版 各位各位聽到 喜歡 歡迎 還有請你們踴躍訂閱 按一下這個小鈴鐺就可以了 今天這個話題 我想說這幾天 在社會上 炒作得非常重要的 所謂的假新聞 事源有一位TVB新聞部前的 男主播 在英國 在他個人Facebook面書裡 引述一個 另一個人說 在英國倫敦的Hibreau機場 就看到前特首 林鄭月娥和她的丈夫 還說明明在哪一個Terminal 然後就說她 走了去 應該是Terminal 是吧 是吧 然後呢 接著呢 就說到細緻去Terminal 3還是2那裡轉機 不過就沒有上了 這件事後來就經 這件事那些事情 她說這件事 他就在香港 出席了一個粵劇的觀賞活動 當然了 這件事由於 發放這件事 那位就是TVB的前新聞主播 叫王俊賢 他在社民之後就來了英國 聲稱很支持社民 而且也開始用他個人的力量 在經營一條新聞頻道 於是當然有一個政治理由 就被一些反王、親中愛國的勢力 報到非常大的社交媒體 你看 造謠、假新聞、未經查證 沒有新聞專業道德 這件事你問我為什麼我不會參與炒作呢? 首先這位姓黃的前新聞主播 他是在他個人的面書 就不在他的新聞頻道那裡出的 你個人的Facebook那裡 嚴格來說就不是新聞 我覺得他是道聽圖書就八卦了 聽回來了 信不信就由你了 就是這個林鄭月娥在Hoyibro機場出現 但是他很壞不壞呢? 他那個表達的方式 是擺脫不了他以前的職業習慣 那個字眼就是消息人事啊 跟著又播一條聲帶出來 那個內容就好像新聞暫寫這樣的模式 但是放在他個人的Facebook 那你個人的Facebook來講 就不是一個新聞媒體 是一個個人的面書的一個網頁而已 所以其實有得爭論的 嚴格來說這位姓黃的記者說 我這個不是新聞啊 我這個是八卦小道消息啊 是不是? 我聽到那些人說 不過沒有想 傳遺的意思 因為信不信由你 你只要其實他加一句 半句這些東西就可以脫身了 但是現在什麼都政治化的時候 這位姓黃的前新聞主播 可能是第一次接觸到這些 這麼巨大的政治風浪 於是就被兩邊嚴遲去譴責 那我認為這個有一點點的overreact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經常都有假新聞的 是不是? 亞視那時候就播過這個叫江澤民死亡 當然了 就是那個台的老闆馬上出來道歉 那這位姓黃的呢 先生呢 幾天他就沒有道歉 就說這些呢 會不會他當晚自己走了回香港呢 那這些當然很牽強啦 結果引申出一個叫假新聞的問題 因為現在風頭火勢呢 在新一屆特區政府聲稱 嘩很忙啊 除了這個23條 還有這個叫做假新聞法 都有考慮制定的 所以這個風頭火勢呢 這件事就對於這位姓黃的前主播 就很不幸運了 加上他也是TVB出身 TVB就是一個被指為極藍 收編了的一個香港的新聞頻道 所以裡面呢 到底誰是誰非呢 就混了很多這樣的情緒在裡面 其實這些不是一件大事 假是假是假 啊這個網絡世界大把假的東西 我不是說他這樣做得對 是吧 那這件事不是說這麼嚴重到呢 是傳聞呢 是過街老鼠這麼批判 那我覺得是 嗯 嗯 這件事呢 我都同意的 其實那個假新聞的定義 還有那個這次牽涉的公眾利益呢 實在是太小 就不成比例 我覺得在網絡上面造成那個迴響 但是整件事呢 我反而覺得是要看回這位王俊賢呢 他遭受到各方的網民 或者所謂的KOL的攻擊呢 那個因由 大家都知道其實他是前TVB主播 現在很多人不妥他 或者就這件事件這麼大的攻擊呢 我相信不是因為純粹的假新聞 是因為他之前是曾經長時間做主播的時候 報導有關於2019抗爭運動 這個裡面的用詞 因為那些人抓住他就是當時他做主播呢 是朗讀那些黑暴啊 這些叫暴亂啊 這些這樣的字眼 現在他突然間 變回在一個叫做比較 站在抗爭者那邊的立場 和曾經參與612那個嘉年華會的活動呢 就被人覺得他呢 就轉軚和想洗底 那我從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去說 就是說其實現在所謂的網民或者輿論呢 似乎是要起一個人的成份 就是如果他曾經是站過在建制啦 政府啦 TVB那邊呢 就算他任何的改變 或者任何的所謂的悔改呢 都是不能夠接受 甚至是一個原罪來的 那但凡他跟著做了什麼事 無論那件事大事小 那麼他都會遭受到一些 我叫做洗板式的招呼 這個就是黃絲的群組裡面這樣的想法 那首先呢 他不是這個TVB的新聞主管 他不是新聞總監 他只不過是下面最前線 靠樣子出來讀新聞那個 而主播呢 在香港的無線電視 以前就是 現在好像已經分開了 因為我很久沒有看這間電視台的新聞 分開了 主播呢 就是這樣的 在七十年代 報新聞那兩個 一個叫劉家傑 一個叫何巨華 再早點就是李大維 是明星出身 那這三個人呢 都不涉及新聞工作的編輯 甚至是採訪 就被張子去讀 好了 到了八十年代了 那就 當時的黃應是 在美國回來入主 這個叫做無線電新聞部 就學了美國作風了 主播呢 一定要有前線 不是說只是在那個錄音室 冷氣室裡面讀稿 就要呢 要求綜合全面的新聞採訪經驗 所以呢 那時候在八九十年代呢 那時候在八九十年代 那整個 那裡的新聞 都會進行 這個叫做 新聞主播 兼新聞工作者 以及專家的叫做 綜合一人互動制 那不知道什麼時候呢 所以我就不覺得是一件這麼大的罪,你可以辭職,那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處境 那他就辭職,後來就辭職,或者不適合那個氣氛,那別人炒他什麼都好 那辭職是不是一定要辭職,是否一定要辭職,或者不適合那個氣氛 照這些,很多人來說那時候馬上砍砍,最好獨讀一條新聞,對著鏡頭說一句 我現在堅決打倒TVB新聞霸權,接著叫一句光復香港,然後全香港大亂 那就叫做英雄了,很難說,這是一種政治的氣氛 但是這件事,引致這麼大的反響,恐怕都不只是黃絲裡面的這些 對於這位姓黃的主播那種質疑,一人又捉鬼,一人這些我不再重複了 是全個社會,包括親中愛國對於這個林鄭月娥那個 持觀之後的去向,的一種焦慮,憤怒,和高度的注視 的一種集體的心理效應,那個不是別人,不是第二個,是前特首 那所以呢,這件事暴露了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就是,包括林鄭月娥在內 香港很多的越高級的,和越有錢的那些,名人 在政經兩屆的名人,職位越高,他們現在是一個大的顯微鏡 和大的天眼,和那些手機野生捕獲種種的群眾偷影的監督之下 他們其實喪失了應該有的行動自由,不是說那些行動自由被剝奪 是他們的行動自由已經暴露於全個香港跨街層的群眾監督之下 那對於他們來說,對於林鄭月娥,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滋味了,是吧? 可以說這一次是試水溫,無端端,這個叫做無心拆樓 給黃俊賢,擺烏籠也好,什麼都好,就弄了一宗這樣的東西出來 難聽說,那個賊老是沙包,誰還敢頭出來,去闖赤立國機場出境 是害怕的,你又不知道那些入境處有沒有暗黃 偷偷地去檢擇行李,過電子帶影的照片,然後又放上網 接著就全城喊打,不然你都走啊 你不要忘記了,林鄭月娥在退任前幾個月,是被親中外國的陣營 都點名為剿得很厲害,所以這個才是深層次的問題 黃俊賢那個胡說,或者事後的態度不肯認錯,是其次 因為她沒有那麼重要,說到底她沒有那麼重要,是吧? 她以前在TVB的職位是一個主播而已 所以那些人借題發揮,親中外國的陣營,就將她釘為黃營 而黃營那些就說她是臥底也好,什麼都好 以前信不過也好,是一種叫跨顏色的大批鬥 這一種在網絡世代尤其是跟整個大陸的局勢 現在那種躁動是很有關係,是吧? 陶先生,不過我就真的要提醒自己,或者我都提一提你 現在網絡上面的民意或者趨向,黃俊賢是死罪 因為她除了付了這個TVB主播的原罪之外 這次因為她處理都不是很適當,道歉久了 甚至她將那個問題轉嫁去消息來源的人士看錯了 有些似乎推卸了她的責任,所以現在一面倒 我和你如果這一刻,我們講到好像這個深層次問題 比她的犯錯更重要,似乎我們又好像 那些罰液了很主流的輿論或者民意 那我不管得那麼多了,我不管得那麼多 我以為前後怕鬼仇,船後怕賊 那最好就封咪,撿了個風雲谷 因為那個網絡世代,我講過了,這個叫民族基因 再加上現在這一種,生與肉來那種緊張的氣氛 你做任何人都是說一句被人斷章取義是難免的 將你斷章取義或者將你扭曲然後無限放大那些 幕後是什麼勢力是什麼,你也都難估計 我現在24小時,如果我住在倫敦或者住在歐洲 我有很多時間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去做 去見一下當地的朋友,去到博物館 看一場這個叫drama 如果我24小時是要一路循環這些人 怎麼斷章取義,然後人生攻擊 那我的人在生理上離開了香港 在精神上就永遠留在這個叫做中國人內鬥 的DNA的大監獄裡面,是吧 所以我不會理這些東西的,是吧 那些人怎麼樣,所以我自己 所以我一定要保持一個叫做獨立 所以�高地提供的一個叫做神,因此 因此如果有很多 人信了那一邊,因此就信其自然 是不是呢 金融啊,曾 Reserve說 我只做我應該做的事 其他得失不放在心上 幸好我現在不是說30和40初 一個兒子5歲 一個女兒3歲這種年齡 你不要說我不敢說是無辱則剛 這個世界沒辦法的 這個行業吃得行如抵得寒 你說Boris Johnson 英國首相 你現在這樣被人堆下台 他這條戲怎麼相信呢 他明明整個抗疫的這兩年 他是代表西方文明世界 第一個率先行 這個叫與病毒共存 達以民主義 叫集體免疫 這些很革命性的創舉 現在全西方都學他 現在你被保守當說他講大話 說他在唐寧街10號那裡開派對 這些其實很小的事 說因為他不誠實 這個我跟著回來 政客誰是誠實的 政客誰是誠實的 所以你再耗費時間 跟這些人在爭論道德問題 什麼政治倫理 我覺得現在網絡世代有很多的議題 你如果跟某些人 你都不知道是什麼人糾纏 是浪費時間的 因為他開放留言板 留言板留言那些是真是假的 你一個人發生十個八個你不知道 如果你的情緒和每一天 你的感受是被這些鬼影蟲蟲 虛實不分的所謂 不知道在哪裡暗角的人牽著你走呢 那我覺得這樣的人生是額外痛苦的 我當然不會啦 我自己喜歡畫畫寫生 是吧 我星期日呢 我就會去英國朋友在鄉間那裡 家裡那裡去BBQ 是吧 很多朋友等著去求見 我找回以前那些英國大學的時候的舊同學 找回以前那些英國大學的時候的舊同學 是吧 哪裡管得這麼多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人不要給網絡 人不要做網絡的奴隸 人要做社交媒體的主人 這個是別人 不要做奴隸 OK?所以... 陶先生 我覺得你今晚分之好 這個提點對我啦 也對很多人 是 因為呢 你都知道 我想說回王俊賢的例子 其實因為王俊賢有這樣的所謂原罪 還有因為他這次呢 就搶薑失敗 所以圍剿他是一個最沒有成本 甚至最容易搶到... 是呀 很殘酷的 其實一個太殘酷 我都... 他都是年紀不是很大 相對於我都是一個 我叫做年輕人 其實他們兩夫妻來到英國 就是我覺得都是一個重新開始 也都不容易 無論他做網台也好 或者他以往做TVB說錯了些什麼 罪不致死 1936年的德國舉國上下就是這樣類似的 那時候這個叫納粹當道 這個呢 全國上下是針對猶太人 是力竊升勢的那種牌制 不只是政府的宣傳機器 就連這個叫大學院界和專業界 就算是小學的課室裡面 這個同學仔明明跟這個猶太的小朋友 你讀到小學三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幼稚子 你都跟他玩的 不知道為什麼到了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呢 在那個時候 這個德國的小朋友 全班就跳了線 總之見到這個猶太小朋友 跟我們一起在低班那裡升上三年級 就指著他 破口大罵 面目扭曲力氣升勢 這個是1936年 37年的德國 這個你看回歷史檔案就知道了 那你說怎麼解釋呢 這個就是全球的氣候轉變了 就產生一種批鬥 你不要以為批鬥 就只是共產黨的專利 共產黨和毛澤東對中國人性的了解 是空前絕後的 尤其是毛澤東 他年輕的時候是精讀老順的 老順對中國民族性陰暗面的鞭撻是最尖酸黑薄的 讀老順是要很小心的 你知道嗎 是很容易走火入魔的 毛澤東就是因為精讀老順 所以最憎恨中國民族的是毛澤東 他講過 就算再打一場核戰 中國人口死一半有什麼所謂呢 在廢墟裡重建社會主 這些說話 在莫斯科的共產黨國際聯會那裡說 嚇到其他東歐共產黨國家的面無人識 這個氣候轉了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讀歷史非常重要的地方 這種集體的歇斯底里 在一個氣候轉變的時候 必然出現 在大地震之前 那種老鼠青蛙周圍飛 周圍飛 周圍跳出來 還有那些蜻蜓 成群結隊在低空那裡翁翁的飛 這個是一種氣象的科學現象 一定是這樣 沒有得談的 這個時候如果你和我們害怕這些事情 你就不要做KOL 我不喜歡KOL這個名詞 現在就潛水去做一個超級市場的搬貨員 或者做一個會計師 這些開口和公眾傳播渠道無關的職業 這樣就叫做暫且沒事了 沒辦法了 特別是現在這麼躁動 這麼容易 鐵絲底里的時代 更加需要冷靜和理性地去看 說就容易 說就容易 是吧 因為這次黃俊賢事件還涉及一件事 就來立法 叫做禁制假新聞 這個立法禁制假新聞有很多深層非理性的問題 例如什麼叫做假新聞 現在好像這個針對黃俊賢批判的 他在某一方親中的勢力 是為立法假新聞製造理據 是吧 但是這樣 宣布假新聞的同期 是不是只有黃俊賢一個呢 不是啊 因為在帳面上還有叫做親中的南華早報 登過一段新聞 說這個叫做中國方面 習近平將會邀請歐洲三個國家 法國德國意大利的元首去訪問中國 來證明呢 他二十大 是做多五年了 是不是 這個新聞一出呢 就有媒傳媒 詢問這個中國外交發言人 趙立堅說 趙立堅說這個消息是虛構的 如果現在香港已經有假新聞的刑事法 經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親自認證 說南華早報這條新聞是假新聞的時候 請問會不會用回假新聞法去起訴南華早報 會不會 好了 什麼叫做假新聞 第一 所以你立了假新聞法一定是選擇性執法的 為什麼不會呢 因為南華早報的後台是誰 你不要小看他 那叫馬雲 你以為他當初打入天爐 不是啊 他還在西班牙打公義夫 你敢不敢動他 一講到這個層次 為什麼南華早報有這樣的新聞 然後被趙立堅這個外交部發言人官式否認呢 就是有人放棄球 放棄球是什麼 就是跟中國現在高層政治鬥爭有關 好了 那你就不知道 香港幾十年來 向來 在中共高層發生敏感權鬥的時候 就是雙方在香港發放 所謂的假新聞 又或者一時未能證實的半假新聞 這些政治氣球的時候 這些新聞呢 有些是真的 是證實了是真的 有些呢 不是 是不是 比如說你敢不敢明天 整條新聞說 現在這個叫二十大 中共政治局常委名單 對不對 如果這個呢 將會政治局常委呢 是加到九個人 而且九個人的名字都登出來 結果呢 兩個月之後 開了幾個二十大 這九個人呢 政治局常委 原來是錯的 原來只有七個 然後九個裡面呢 你只是貼中了兩個 那你這一單是真新聞還是假新聞 那時候如果香港有假新聞法 是不是香港的律政司 是不是起訴這種報紙 起訴的時候 那個報紙編輯說 我貼不貼九個而已 後來變七個 但是你說 但是正如你剛才說 都有兩個中 嘛 那我減不完 是不是 這個只不過是百分之三十的真新聞 那時候你就找大律師打官司 是不是 香港一向沒有這樣的事情 還有陶先生 如果在假新聞法之下呢 其實是選擇性執法是一定死的 那我舉回剛才的例子 你說二十大裡面那個報局 或者最後那幾多個常委 好了 如果你錯了一個 其實你都已經是假新聞了 那你能夠告 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傳中 那你就會犯國安法或者二十三條 就是你洩露國家機密了 可以是這樣 那就是說 無論你報道的準確 或者是不準確 其實你either就是中假新聞法 還是洩露國家機密的國安法 那些二十三條 所以做新聞工作者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最後香港是會沒有新聞的 或者那些只是風花雪月 那些劉德華、古天樂 那些八卦 那叫做正能量 八個會後 八個會後 應該六個又進這個Hong Kong U 這些新聞你有沒有興趣 是不是擺到頭版 是吧 是 以後就會這些好人好事 哪裏救了隻貓 那個大媽送回家 恭喜你 那些新聞 以後就是這些新聞 還有 還有 如何界定這個假新聞 我用不如由新聞學角度 用上星期香港《明報》這一宗 都幾震動全球華人圈的 這宗所謂的新聞 是新聞來的 不是評論 因為叫做《明報專訊》 他說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將會秋天在北京舉行 那這句第一句是將來式 新聞呢 本來報導是事實 Either現在發生著 或者已經發生著的事 但是這條新聞呢 說中共二十大 將會秋天在北京舉行 那你說這個是報導的事實呢 還是預測呢 如果你說預測 那為什麼你冠意叫做《明報專訊》 而且登在新聞版呢 中國新聞版呢 好了第二句 兩千三百名中共黨代表 將會選出中共新一屆領導層 第一 如果二十大不是在秋天舉行 在明年春天才舉行 那你這條新聞是不是假 第二你說二千三百名中共黨代表 將會選出中共新一屆領導層 你怎麼知道有二千三百個出席 如果到時只有二千一 另外那二百個躺平或者中了確診 那是怎樣 好了 接著他說據多名京城消息 人士向本部表示 習近平將繼續被推選連任 而且除了黨的核心軍隊統帥之後 他也將正式灌上人民領袖稱號 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至關重要 將會成為宣傳定式 又叫做張 有內地政治學者向本部表示 即使將來習近平不擔任國家主席或總書記 但作為領袖核心 只要他活著 他的影響力就是第一位的 這一段是新聞 新聞裡面你看看全部是未來式 你看看你剛才聽了 記不記得我說了有多少個張子 引述 有多少個張子 是的 他在預測 好像印度神童那樣 就說 將會只要習近平有一口氣 他的影響力就是第一位 這個新聞是真還是假 最終只能夠由習近平逝世的那一天 才能夠代官去全部證實 是不是 什麼叫做 官議人民領袖稱號將會被官議 如果在二十大之後沒有這個人民領袖稱號的時候 可不可以回頭起訴明報看登假新聞 可不可以 因為是假的 好了 明報的時候這個是放消息 什麼叫放消息 如果是放消息 誰給你放的 那他到時我就這一宗新聞 如果他裡面張張張張張 如果這些全部落空的話 或者一條落空的話 都可以控告他登假新聞 是不是 但是為什麼你到時我猜一定不會有這樣的行動 因為這些是放氣球 是中國高層不同的派別 真真假假 又或者對方在這個角力的期間 有一些透過香港明報出口轉內銷 記住這個大陸名詞 然後用來震懾 又或者是說給大陸的人聽的 那你香港幾十年來 包括冷戰時代的新聞媒體 就是有這種被人拿來做炮台的政治作用 那你怎麼樣去立法禁制假新聞 除非你說這些我完全不執法 完全不執法 就只會針對一些他認為是黃營的傳媒 又或者一些對中國政府不利的新聞 就ABC假新聞 我不執法 但是D同意我就告到你了 那這個是不是法治呢 是吧 這個是不是說 喂 犯法就是犯法 是人人都會平等 是不是會不會是這樣呢 是吧 所以你現在倒轉頭 走去公審 拍死這個叫黃俊賢 你問我我就覺得很好笑 是不是 是吧 好幼稚 好幼稚 我不知道 吳仲賦居 不是吳仲賦居 吳仲賦居 真的是一個失敗 這些呢 我都不知道怎麼評論 是吧 所以你說 所以這叫黃俊賢事件 裡面有很多深層的恐懼 還有焦慮 還有仇恨 是綜合 然後一起爆發 但是你不幸運 你自己放在桌上 就叫黃俊賢 就是這樣 好 今晚的別家開的聲音版 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陶先生 我們明天下一集的風雲谷 我們再會 記得喜歡的訂閱 和分享 留言 按通知的鐘仔 多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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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謝謝 可以更加有動力 一直攜手走下去 越過死陰憂谷 一路走到陽光普照 風和日麗的一天 再一次多謝大家的鼓勵和支持